你好 欢迎收看8月25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联县长中央争取到了6.9亿元 要新建全新的图书馆 8月25号在县府大理堂举行的说明会 文化局针对新馆的用地面积 规划方向做了详细说明 同时强调新建一座经典图书馆 对地方文化艺术甚至于是产面发展 会有正面性的影响 也期盼各界可以给予支持 文化局他说也会收纳地方的意见 要新建一座符合大众需求与期待的全新图书馆 花联县立图书馆是一座37年的建筑物 这次0206地震中又被发现是危险建筑 经过多年努力 文化局终于争取到6.9亿元经费 要专责来新建一座全新的图书馆 在107年的时候 我们拿到教育部的核心总管的第一名 总共15亿我们拿到第一名 我们就有3亿的经费 3亿的经费可以来供我们来这个做图书馆 后来因为3亿太少了 我们又争取了3.9亿 总共是6.9亿的经费 我们来盖这个图书馆 其实就是希望给花莲乡亲们有一个 未来有一个非常适合读书 非常适合休闲 非常适合来月报 在周围走一走然后进去看看书 看看报 甚至休闲喝个咖啡 在这边跟朋友聊聊天 一个多功能的图书馆 华联系文化局之前陆续举办多场说明会向大家报告 未来兴建图书馆的目标和用途 重要的是大家很关心的 绿地空间还有场馆配置 最大的一块空地就是你来广场 那实际上是7800平方米 那一个图书馆总管是1万平方米 如果地下一层地上四层 这样需要多少建品 2000平方米 2000平方米 7800平方米扣掉2000平方米 还有5800平方米 而且大家注意下一张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旧的图书馆右手边 旧的图书馆到时候会拆掉 到时候会拆掉 这整个空间有6500平方米 所以这整个靠社福馆这边 社福馆的这些民众 小朋友可以从他的窗外 看到整个原来旧图书馆 这个整个规划的公园 里面可能有一个小水塘 有一个生态池 有一个小凉亭等等 都是非常美丽的 下一张 那我们对于你来广场也是非常重视 所以我们可能在标案里面 就会设计 他前面民众需要一个看海的绿地 我们还是保留 大家请看到那个弧形的建筑物 我们可能可以设计成这样子 民众在四层楼三层楼可以看到海 民众下到一层楼 有5800平方米 因为我只盖2000平方米 还有5800平方米 这个你来广场 没有任何损失 没有任何影响 文化局表示 后续还会在多半集场次的地方说明会 除了报告新建图书馆的重要性 也要广纳民众意见 未来的图书馆会先增建设计图 让民众来进行票选 目标是要新建一座能够符合大众需求 与期待的全新图书馆 这里会换示报告